海關總署支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若干措施上個月出台 廣州海關迅速行動 圍繞要素變節流動 助推平台發展 支持企業走出去 加強規則銜接四個方面 出台48條細化措施 比如在促進大灣區要素變節流動方面 廣州海關出台一系列相關措施 支持跨境科研物資自由流動 方便粵港澳三地人員往來 支持開展跨境科研用物資正面清單四點 助力南沙建設科研設備進出口公共服務平台 對享受國家高層次留學人才和海外科技專家待遇的 進出境科研人員及其行李物品 給予通關便粒 像這個香港科技大學 在廣州南沙已經落地了 實際上我們在推進這個項目的時候 也給予了很多的支持 我們已經幫助它三台 加持這個近千萬的科技設備 實現了它便捷的通關 南沙方案提出 打造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高地 將進一步激發南沙的創新動能 廣州海關持續加強規則銜接創新 促進優化營商環境 對符合條件 且已在港澳上市的藥品 屬於特殊物品的納入低風險管理 在最新的國家營商環境評估當中 南沙的跨境貿易指標 在全國18個國家級新區當中排名第一 這次推出的措施中 廣州海關著重通過減省環節 時間和成本 進一步優化海關監管服務 優化海關實驗室佈局 提升口岸技術支撐保障能力 壓縮貨物取樣送檢的時間 推動南沙口岸全流程五指化作業 提高大通關效率 今年一到八月 南沙的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 為三十一點九七 一點一小時 在各項措施的推動下 相信我們南沙的通關速度 將進一步提升 若南沙的進出口 從未成為十分詐毀 若南沙的進出口 感谢观看